遇見車輛圍庭在紅線上巡邏員檢上前盤查 但過程中男子的認為只是圍庭而已 有需要這樣搜查嗎 碎唸了這一句 因為這兩個字被尚銬帶回警局 雖然強調自己不是故意針對圓警 而是覺得煩隨口講了句口頭禪 法院也認為主觀上他沒有侮辱公務員的意思 客觀上醫師會通念 該圓警人格也沒有被貶損 判定無罪 但檢察官認為應該再為圓警逃公道決定再上訴 事情就發生在5月14號 他當時將車圍停在桃園中立遠東路上 遭巡邏警盤查 但過程中李先生質疑怎麼能搜車 當場就講了兩個字的口頭禪 警方聽證後也相當不開心 認為被侮辱 以妨礙公務罪移送法辦 李先生覺得自己有點委屈 認為自己沒有前科也不是通緝犯 還被要求全身脫衣檢查 懷疑難道是自己身上有刺青就要被先入為主是壞人 如今時隔好幾個月 法院判定無罪 以為事情能就此落幕 結果檢方再上訴 想確定真的無罪 只能再等等 TVBS新聞 林志偉 李佳彥 桃園參謀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